这些光丝竟然完全是实体 直接扎破皮肤钻入韩丽的身体里 仿佛是万箭穿身一般 此刻的韩丽全身上下密密麻麻 全是真眼 鲜血从中渗了出来 很快将她的身体染红 更要命的是 那些星辰光丝在她体内乱窜 仿佛无数小刀搅动 痛入骨髓 若非韩丽肉身强悍无比 恐怕就要直接叫出声来了 但是片刻之后 韩丽眉头却渐渐舒展开来 因为她明显感觉到 那些星辰光丝逐渐的分解 化为最为精纯的星光之力 融入到身体各处 韩丽心中顿时狂喜 她深深吸了口气 很快压下了心中的欣喜和身上的痛楚 全力地运动 更多的星辰之力垂落而下 刺入韩丽的身体 并在她的功法催动下 沿着某种行弓之法运转起来 她的肉身瘦创极重 先前得不到元气补充 一直没能恢复 此刻接触到如此精纯的星辰元气 立刻吞噬起来 损伤飞快地恢复 星光青丝 入体 刺出那些小针孔 更是瞬间便恢复如初 根本无法真正伤害 韩丽的肉身分毫 渐渐地 万剑穿身的痛楚 也渐渐被韩丽抛在脑后 整个人完全沉浸在了修炼之中 时光流逝 转眼间过了七天 洞府中央 韩丽依旧盘膝坐在 第一颗大星图案身上 身上绽放出幽幽的光滑 每一丝筋肉都开始 泛起星辰般的光芒 骨骼也浮现出点点的星光 最为奇特的是 她的小腹位置上 一点蓝光绽放 极为的显眼 蓝色的光点一掌一缩 仿佛在呼吸一般 周围汇聚而来的星光之力 大半被这个光点吞噬 韩丽脸上已经没有了 丝毫痛楚之色 有的只是平淡宁静 突然之间 韩丽周身星辰之力 一阵的波动 小腹上的蓝色光点 陡然绽放出夺目的光辉 翻滚不休 蓝光呼的一闪 里面浮现出一个悬傲的星辰图纹 符纹滴溜溜滚动片刻之后 随即一闪即逝 引入了韩丽的体内 韩丽睁开眼睛 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 以我的强大肉身和神识 只是短短几日的功夫 就把小北斗星元宫第一层修炼圆满 成功凝聚出了第一玄窍啊 不过韩丽此刻 仍没有出关的想法 又闭上了双目 老老实实地盘坐 打算巩固一下此功 数日之后 一个月朗星输的夜晚 密室中央 韩丽眉头一挑 睁开双眼 单手一扬 停止了北斗巨园镇的运转 周遭的星空之力和点点白光 顿时如同潮水般的褪去 韩丽连忙站起身来 走到前方不远处 俯身将一个墨绿色的细景小瓶 捡了起来 凑到了眼前 只见小瓶此刻通体 被一层绿色的光芒包裹 并在表面浮现出了几个 金黄色的古怪的符号 古韵味十足 但是下一刻 这股绿光 淹没于平身的那些 墨绿色的花纹之中 但那些金色的怪字 却留了下来 微微突出平身表面 提起小瓶在眼前晃了晃 似乎看到里面 正有一滴蚕豆大小的液体 随之摇动 韩丽见此情形 不禁微微一笑 这些天哪 韩丽每次修炼的时候 都会把小瓶置于身前的空地上 每当到了某个特定的时刻 小瓶表面就会泛起一层淡淡的白光 若是凑到眼前仔细地观察 便能发现那层白光 有数之不尽的细小白色的光点 所组成 犹如活物一般 争先恐后地朝着小瓶之中挤去 直至被其完全吸收 只是这样的异象 并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 每晚特定的时辰一过 便立刻会立即消失 而每隔两日 小瓶表面白光敛去之后 便会泛起一层绿光 继而在瓶中多出一滴绿叶 寒丽收了目光 手指轻轻摸缩着小瓶上的叶片状的花纹 动作细致而温柔 就仿佛是在抚摸自己心爱之人的脸颊一般 感受着瓶身上传来的微突出感 寒丽的心神也不禁有些摇曳起来 恍惚之间 寒丽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七伤门 回到了神手谷中的那片小小药园 又变成了那个第一次用小绿瓶 进行实验的少年 心中有些忐忑 又有些期待 若没有那一次的无心插柳 发现这瓶中绿叶 能够催熟灵药的特性 我或许根本不能真正地 踏入修仙大道之中啊 也不可能凭借凡人之身 一路扶摇直上 成为万人景仰的人族第一修士 成为人人膜拜的灵界之兽 寒天尊 若说自从一脚踏入修行之门中来 有什么事物是一直陪伴我的 不离不弃的 那毫无疑问 便是这名为掌天的小瓶了 即使在进入仙界之后昏迷的三百年里 我丢失了邪道人 丢失了士金虫 丢失了曾经的许多倚仗 却一直在潜意识里 都小心地保护着此物 从没有让这小瓶离开我半步 对这小瓶似乎有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感啊 突然韩丽眉头一挑 轻扶着小瓶动作停了下来 脸上露出了一阵古怪的表情 他目光微宁 打开瓶盖 朝着瓶钟望去 脸上的表情变得愈发奇怪起来 似是有些惊讶又有些喜悦 下一刻他把小瓶盖盖好 便转身朝密室外夺门而去 洞府炼丹适中 韩丽将掌天瓶瓶盖打开之后 放置在了丹炉旁的空地上 然后退了几步 扬手打出一道法绝 激活炉下法阵 使得丹炉内部烈焰翻滚起来 扮上之后 韩丽深吸了一口气 伸出一根白皙的手指 冲着丹炉方向轻轻地一勾 呼的一声 一团赤红色的火焰 当即从炉底飞出 在半空中滴溜溜一转之后 竟化作一条小蛇般的纤细火线 随后在他的操控下 悉数射入了一旁的墨绿小瓶之中 只见小瓶中顿时红光一闪 接着碧玉般的屏蔽 被映照得无比通透 一片片叶状的花纹中 透出点点的暗红色泽 并由生命般闪烁起来 韩丽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站在原地半上都没有动态 片刻之后 屏内的红光忽然一脸消失不见了 墨绿小瓶再次恢复如常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 但是韩丽却目光一宁 眨也不眨的 盯着那小瓶 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约莫一刻钟之后 韩丽再次单手一扬 从丹炉当中 引出了一团稍大几分的丹炉之火 使之没入小瓶之中 如之前一样 瓶中在一番红光闪烁之后 便再次沉寂 只是这一次呢 闪烁的时间 似乎比之前要长上一些 韩丽见此 脸上却露出了一丝沉吟神色 接下去的时间里 韩丽如法炮制 不断地把炉火引入小瓶 并且间隔越来越短 如他所料啊 小瓶红光闪烁的时间 也越来越长 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韩丽再次将一团丹炉之火 引入小瓶 使之红光闪烁之后 这次却足足持续了一刻钟 也没有丝毫停下之意 韩丽颜色微微一亮 就在此时 随着一声轻亮鸣叫 从瓶中响起 瓶内开始泛起了丝丝荧光 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把所有的红光吞噬带尽 下一刻 嗖的一声 一团刺目的荧光从瓶口处射出 直冲向那密室顶部 碰的一声闷响 荧光撞在了室顶之上 向下坠了几分 其上散发出来的银色光芒 顿时填满整个炼丹室 印得满屋生辉 韩丽颜头望着上方的荧光 瞳孔蓝芒闪现 脸上露出一丝又惊又喜之色 但紧接着却是眉头微微一皱 那团荧光在半空中旋转几圈之后 随即一阵收缩变形 幻化成一只不大的银色火鸟 双翅一盏 静置朝着它俯冲下来 韩丽单手一抬 那只银色火鸟在距离手掌半尺处 灵脚的一停 随后双翅一盏 围绕着它竖起的食指盘旋飞舞起来 口中还不断地发出欢快的清明 自是十分欢喜 此火鸟不是他物 正是惊炎之火诞生一丝灵性后 所化的惊炎火鸟